此前我们已经多次在发布会上提及德国所谓学者郑国恩这个名字 郑国恩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不断炮制反华谣言 尤其热衷于炮制涉江谣言 他的所谓报告毫无信誉和学术操守可言早已被事实证明是虚假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多年来郑国恩并未到过中国和新疆 他却突然成了新疆问题知名专家这是带引号的 还受到西方国家和媒体热捧 这背后显然有别有用心的势力在对其进行政治操弄 其目的就是借炒作涉江议题攻击抹黑中国 中国是法治国家 新疆自治区不少企业和民众都深受郑国恩强迫劳动谣言所害 无故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对这种恶意抹黑的行径深恶痛绝 此次他们采用法律手段对郑国恩提起起诉 反映出中国民众的法治意识和维权意识增强 我们对此表示支持 事实上 郑国恩炮制的涉江谣言 远不止强远不止强迫劳动 他还炮制了诸如强制绝育 灭绝少数民族文化 甚至种族灭绝 等很多种更加悚然听魂的涉江谎言 一些西方国家政客 议员 罔顾事实与常识 偏听偏信郑国恩的一面之词 不断地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 部分西方国家议会 甚至推动搞所谓涉江动议 这种极不严肃 污蔑抹黑中国的荒唐闹剧 最终只会损坏自己的声誉 遗笑大方 郑国恩及其背后的邪恶反华势力 总有一天会受到良知的谴责 和正义的清算